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观众朋友 大家好 我是主持人 胡加吉 非常欢喜今天大家来收看 《丁菜红侠枯公団》这场节目 我们今天很欢喜邀请到的来宾 是我们赞金丹荷盛吉 是牙医师公会理事长 还有嘉义基督教医院牙科主任 还有他现职是在嘉义市名人堂 雅医担任雅医师的陈建志医师 今天特别邀请他来这里 是要跟大家说 我们在外到楼的时候 每天都在生亡市场上都有楼的楼 没有楼惜或者咬戶的问题 今天非常欢迎陈意识来 oldu 陈司来做一个庭帐 陈思你好 家禽 各位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大家好 今天今天做进行邀请由陈意识 因为他在牙医科中的领域裡面 非常专业 他现在職業很久了 陈意识现在我们现在没有台湾小学 老年人口化的老年化 高年化越來越嚴重 是不是我們這個高年化的趨勢 大家要去重視這個老人水氣 比較輕微的一個問題 是不是這個高年化的情形 給我們介紹一下 家綺 台灣應該是一個長壽的國家 從世界老人人口的標準來說 剛才這個國家的老人人口 65%以上 有7%以上 我們說這個國家進入一個高年化的一個國家 台灣在民國82年 我們的人口有7%以上的老人 6%以上的英國主義 這幾年的老人是越來越多 可能叫我們這個少子化 有非常非常的關係 80年到差不多90年裡面 差不多幾年裡面 我們人口的老人差不多跌到10% 剛才還更恐怖 就是說差不多現在 今年是100%一年 差不多100%四年 我們人口的老人的趴勢 不是7% 是差不多14% 14%在世界衛生的標準來說 這個國家不是高年化 是完全高年的國家的老人的人口 到114年 差不多自己我們都要10幾年了 我們去渡到 是 那時候的老人的 台灣的老人人口是9%到20% 等於說我們在路上 會怕 5的人裡面就有一個老人 我在想說 那時候台灣的 台灣名產 肯定是老人 這些老人的健康 我們要特別的 特別去告訴我們 這些老人的生活 是不是過得好 他的健康 是不是有達到 活到老 過得很快樂 吃得很鬆快 這是主要我們來重視的這個問題 所以我們在這個領域 也特別發言說老人很多 但是是不是 發言我們老人的口腔保健 好像是越來越需要去重視 是不是 譬如說我們現在老人 比較常遇到的口腔問題 大家有做一個部分 我們老人來說 我們剛才提起說 我們台灣這個老人 這個老化的速度 這個營口是 算說這幾年來 可以變成世界第一 但是台灣老人的減肥 可能在世界白名 我們算數一數好 因為我們這個台灣人 古早的台灣人 實在是很打拼 很認真 所以對自己吃得很親切 忍受度很高 稍微吹氣稍微疼 我們有辦法動 有辦法動 所以聽到這個通緝 我們94年 國劍局的報告 六十五歲以上的老人 差不多四分之一 四分之一 他跟26%以上的老人 是全口無涯 全口無涯 那這個通緝裡面 都發言說 這些老人裡面 差不多三分之二的老人 有去做水 當然要三分之二的老人 就這樣過了 他自己就對了 但是 看到這些老人 會做成這個問題 是說 差不多10% 他的老人 沒那個半天說 洗水器 有這個口腔衛生的管量 差不多10%的老人 有在做這個事情 所以我們這個老人 口腔的衛生的管量也好 他台灣對這個口腔的地勢來說 是有他欠缺的 這是我們要繼續來努力打拚的地方 我們都因為老人 我有一個管量 聽他來看水器就好 是 所以這個聽來說 所以老人的就業率也很低 做成全世界的老人 我們台灣的銀口 加於是 九十四年 我要做一個研究的報告來說 全世界的老人 可能到六十五以上 可能我差不多十五棋 村的水器十五棋 到老人 到老人 但是我們加於的通緝 我的通緝差不多加於不九十棋 差不多九點二二棋而已 九點二二棋來說 這是我們一個人 正常的一個水器有三十二棋 像九棋實在是很難吃東西 只是對他的健康有很大的影響 你知道我們一個人最重要的 就是他的健康的營養 我們都想說青菜吃就好 反正腔腰好 其實第一個消化器官 吃牙齒 吃牙齒 所以我的經濟裡面 我剛才有一個環節 一個是說 他常常都去煮營養車 我發現我那裡都沒什麼刷 身體很壞 不惜就來就是 整股手都搭那個 搭那個 煮車 煮車 所以這個飲食 其實是 牙齒是自己吃 這是最優美 最好 最健康的 比去煮車 得到營養 是多好 我們都進一步來講 我們相信的國家 以日本來講 日本有一個政策 是說80、20 80、20 80是80歲的意思 20是希望80歲的老人 他都有22歲 天神的就對了 對 我們台灣 我剛才說 我們台灣現在是 差不多10幾 現在沒有10幾 這是 聊世界標準說15幾 我們這實在是 我們的台灣老人 雖然活得好 但是活得很辛苦 尤其是我們台灣這個民眾 是很重要 很重要 很重要 我們台灣老人 都問說吃飽 台灣老人 好命的老人 叫什麼 我說好吃 好睡 很久 這個行為 還有好的品質 還有一段 說回來 老人 現在老人 怕老人吃呆 有人做一個研究 是說 他那尿漆 分成兩座 一座尿漆 的刺激人 還要慢掉 一座正常的刺激 反正 這些尿漆 要去泡泥工 我怕那個 沒刺激的尿漆 就是很浪漫 所以他要去做一個通計 老人 裡面 吹起的時候 要有十四季以上的老人 比較不會去老人時代 做到這個研究 有這個報告 就對了 九季以下的老人 可能有這個老人時代 症狀 比例太高 可能 因為我們吹起這樣 會刺激到我們腦部 這都會有相當的相當的關係 我們都會說 老人 那個 欠缺 他那些東西 吞咽 拒絕 都會受到一些相對的影響 日本這個國家 老人 我們知道是 比我們高齡化的國家 是 日本的交通很好 所以他們的車河 一檔的車河 我去丟解說 一檔的車河 差不多八千 七八千 就對了 七八千件 因為這個發生蝕 很方便 但是他們吃東西 老人吃東西 這個吞咽 一檔差不多 高清要一半 因為吞 吞 沒有去這樣吞 價值 所以這個老人 這個咀嚼 因為他的生活 機能 腦化以後 其實也會跟著衰退 例如不吹氣 他咬不去 他咬不去 所以我們 台灣要進入一個 高齡的所謂 我覺得這個 口腔衛生 跟他的健康 跟他的口腔的照顧 應該是大家要認真 去重視這個問題 但是在這裡看 陳醫師有 剛才跟我們準備的主題 他說老釣牙 其實老子 沒有吹氣 缺乏一個殺手 是亞洲病 是不是 他說亞洲病 對我們老人 口腔的影響 有很多 我們台灣人 我們今天說 吃老不去 是正常的 不去老人 覺得他口腔 其實不去老人 很可能 很可能 老不見得是要掉牙 不見得是要掉牙 就是說我們剛才說 老人對這個健康 口腔衛生的知識 一直都不說 很重視 對啊